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整個成長是跟著有形無形 這樣提升的 假設你今天 脾氣比較不好 個性比較不好 情緒比較沒辦法控制 希望你參加了這個版主 這一點你要去提升 萬一你的思想上 也是比較負面的時候 你參加這個版主 你要寫幾句 往正面的地方看 樂觀的人看到梅花 玫瑰都是漂亮的 但是悲觀的人看到玫瑰 都是長什麼 都是長刺 你為什麼要去看到那些刺 還有 每個人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只要你能盡忠職守 在你的位置 恕其樂而行 不厭乎其外 恕你富貴的時候 你行負富貴 恕你貧賤的時候 你行負貧賤 恕你遺敵 你行負遺敵 你行負遺敵 恕你犯難 你行負萬難 這樣就好了 那你怨天留忍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所以當一個人 你看你在自己的國家 你為了發揚的傳統文化 你會到別的地方去 到外國去 也不表示說他們是遺敵 但是最起碼他們的生活 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每天怨天留忍 還是每天想著你故鄉的事情 還是每天學習的 適應的這個環境 應該是適應環境 一定要學習適應環境 每個地方的生活習慣不要 就東南亞就好了 東南亞上廁所 小心 那個進去是沒有衛生組的 當你大便大碗的之後 這怎麼會衛生組怎麼辦 沒有就是沒有 但是他們是用水洗的 你說怎麼辦 沒有這個怎麼辦 好啊你可以啊 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每天出去都要帶粉 一大包帶在身上 什麼都可以用 但是另外一條路就是 跟著他們的生活習慣 用水來洗它 是幾個例子而已 包括吃 你到那個 到那個什麼 四川去的時候 你是要吃那個不辣的 不麻的菜 很難吃到 抱歉 我們的菜都是麻 沒有麻就是辣 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那種情緒下 你要去學習適應那種環境 去適應那種環境 你的個性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改變 學習的傳統文化在這個奇怪 在這個領域 如果你沒有改變 那你進這個班裡面有什麼用 尤其是大家都當老師了 都有相當的程度了 學習文化不是學習文字 它不是學習文字 學習這個道 重在於修道 就是你的心性一定要提升 要跟著提升 那一邊都不要去看他 要學習包容 因為人沒有十千十美的 沒有十人十美 你一直去看到那些不好的 真的每天就消耗在那個地方 把你的能量都消耗在那個地方 好奇怪 耳朵很重 耳朵很重 聽不到 你沒辦法去聽到這些 因為處理不完 不是一個人改變 不是萬事OK了嗎 對不對 改變就OK了 所以我們這個學如逆水行舟 不盡則退 這等於是在輪海中在成長 輪海裡面也有波浪 我們這次 賢德班帶了十位賢德班 去橫渡日月潭 那日月潭他也是有那個波浪 我叫他們說那個波浪來的時候 你要插下去 多花一下再上來 如果他來的時候 你不插下去 你跟著他衝衝 我波了好久 怎麼都是在這個地方波 因為你衝啊 他就把你衝回來 衝啊 衝啊 衝了好久 還是衝在這個地方 就是溺水在行舟 你沒有趕快衝過去 不進就折退 你就退了 你現在你看 在距離上 在時間上 你是這麼的方便 別人還要坐飛機 但是別人在很遙遠的地方上課 時差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候是晚上已經十二點了 三點就是十二點 當你們上到下課是晚上兩點十三點 晚上三點啊 你還是在這邊上課 那麼遠的距離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所以要不要遵循 一定要遵循 所以我們這一段要談到 學習在跪在專精 專精你就能產生的這種經濟效率 既然你為了要普度眾生 為了要服務別人 你在你的人生的旅途上 你都規劃 我這一段時間我要學習什麼東西 只要你有那個遠大的目標啊 好奇怪喔 你為了要普度眾生 你自然而然 你就會很用心去學習他 我們每一位所學習的 不只要會而已喔 我們不是要學習會 懂而已 我們只要學習到會能教人家嘛 對不對 對 我們要學習到會能教人家 所以那不只是懂而已 一定要專精 一定要專精 因為你現在的社會地位 已經不一樣了 好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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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蹲上那個腳步 你會學很多的專長 久而久之變成無敵鐵金剛 你怎麼這麼厲害 在這個領域在那個領域 對啊 所以你不要說你身體不好的 我學歷不高 我頭腦不好 我怎樣怎樣 你是可以調數的 我在紅杜珠樂壇的時候 我就體悟到 我每年一定都要和這個年輕人去參加 他們都一路上都說 這個執行長我們會保護你的 你不用怕 我說好 我不會怕 我就用八週的時間去到我的體能 我第一週都是由一千公尺 就一天一千公尺 第二週我就一千兩百公尺 第三週就一千五 第四週就由一千八 第五週就有兩千 兩千有兩週 你看 你用走路走三千公尺就很累了 那用游泳就不用再收了對不對 但是你看 我一年有十二個月 而有兩個月在拉我的體能 我的身體一定會健康 只有每年照這麼做就好了 照這麼做 結果我們跳下去有的時候 他們都要保護我的 我們從十點九分跳下去 我七十九分鐘我就從那邊爬起來了 結果我就洗澡換衣服 吃便當睡午覺 已經睡到中午一點半 還沒有看到人 還沒有看到人 他們遊了三個多鐘頭 這個皮都脫下來 背部也受傷 受傷 所以那個禮拜睡覺都要趴著睡 因為後面都皮都換掉了 年輕人因為他們以為他們會游 但是他們沒有去把他們的體能拉起來 那個體力沒有拉起來 沒有拉起來要游那麼遠的距離 那是不行的 你看雖然說我年紀比較大 但是一切在我的計畫之中 像這個我就領悟到 我們是從個身體不好的人 我們可以領悟到 只要你堅持了要去信念自己的體能 你還是可以拉起來的 你還是可以拉起來 像我今天講課的時候 在以前我讀書了 在學校讀書 我對這個科系不表示我很喜歡 我喜歡 但是這些 都沒有幫忙我賺錢 想不到我以前 所不喜歡的科系 在這個地方偷偷塑到 從早上八點講到現在 就跳來跳去一直講 一直講 滔滔不解怎樣 講不完 怎麼能完呢 講完了就公園國玩了 對不對 當然要講不完 要一直講下去 所以只要你有安部就班 有定向目標 因為我定向目標 我才會用兩個月的時間 去把我的體能拉到三千公尺 三千三百公尺 那不是很有信心嗎 這段時間來 你一定各方面都會很好的 相對的 我有多久的時間 我要把哪一個科系我把它練好 你有那個目標 有那個方向 朝這個目標去做的時候 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就會成功了 你就會成功 再過幾天之後 我們再拿幾個機會 拿幾個器材 拿幾個器材 所以同載之間 第一件事情 學習一點包容 謝謝包容 將你的情緒 將你的鼻氣掛面 一定要去調數好 因為有時候 你是代表一個道場 你的性情爆炸 各方面一個動作不好 會不會影響整個團體 會 會火燒功德靈 這是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 祖國來的那些乳三 他們在誠心 他們繳那麼多的錢 上課為什麼那麼用心 急功為什麼都90度 第一 你要錢繳多了 第二 人家的人格特質 就是當老闆的 就是有他們的特色 第三 為什麼他們會那麼認真 他們現在只有少了一個點而已 少一個到處 沒辦法去領悟那一點而已 其實他們讀了書 他們的用心都超過我們 你憑什麼要去度化人家 你憑什麼要去教人家 就差那麼一點而已 就差那麼一點 就是我們懂了 所以我們在修了 我們做起來會比較 就是我們在服務別人的時候是真誠的 是真誠的 還有因為我們心中有道 所以我們犧牲奉獻熱忱我們都做得到 他們學習傳統文化 有的人他們沒辦法領悟到那個 那個核心的價值這個仁慈的心 就是仁慈的這個道 人道他沒辦法去領悟到 他現在還不懂而已 但是有一天他一定會領悟到 他一領悟到好奇怪 那到那個時候不知道你要排在哪裡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水鬼間經不只是學習一個東西而已 要懂的這些 在新竹欠學篇裡面 他就有說那個基圖怎樣 橙山 紅雨 星煙 這個圖如果累積在一起的時候 一堆一堆的堆下去 它就會成為一個小山 只有你有小山 空氣中就是有那個冷熱的漏差 它就會產生那個風 又轉到這個小山 它就產生一個 星煙就是會滾動 就是會滾動 只有你有小山 它自然就會產生風 一定有這個風的 你沒有感覺你蓋了一棟大樓 你在那個大樓下面 風中到大樓的牆壁 會不會從下面旋轉上來 會在這邊旋轉上來 所以基圖成山這個風雨生煙 那基水成煙 繳龍生煙 主要呢 主要有一些水除的水累積下來 自然就有雨在那個地方 好 基善成德 而神明祝德聖心怎樣 別煙 你要去基那個善德 有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你講話人家不聽 因為你沒有德氣 眼裡不在大聲小聲 眼裡的重不在大聲小聲 眼裡的重在於這個人 受到人家的肯定 他講的話只有那種力道 他講的話只有那種力道 他為什麼那個力道 因為從他身上已經散播出來的那種德性 那種德氣 人家是看到的 所以他講的話 人家會信任 因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對 都是成功 也合乎道理 他本身也做到了 自然你講話就有那種力道 所以眼裡的重量 不在於大小聲 在你身上所散播出來的這種德氣 就像我剛才 談到我們林烈金這個小組長 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 沒有聲音的一個傳統婦女 但當他最後人生最後一戰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我們不認識的人 是一般的學生家長而已 代表 輪流 輪流讀紀文 但是我讀完的時候 等一下那個大嫂 還有誰要讀 就一個接一個讀 都是非常感動 就描述他在為他們服務那個過程 所以成勝成賢 成勝成賢不是 不是你讀了很多書才成勝成賢 不是這樣的 是從你身上賠得出來 在別人的身上所感受到的 所以你的犧牲奉獻的付出 給人感受得到 那個德氣就留在別人的心坎裡 產生這個德氣 只要你心中當下有這個道 這樣就好了 但是人很容易迷失 有時候在學習東西的時候 剛起步你就是要學習 剛起步就要學習 因為我要普度眾生 我要度化眾生 我要起化眾生 講了一大堆 這個願力大不大 願力非常大 現在開始要做了 做什麼比較好 你們說做什麼比較好 我們做什麼來教人 來練書法好不好 最近在練書法對不對 喔 學書法 喔 再來 喔 真的很漂亮 喔 人就鼓掌了 喔 好漂亮 喔 久了久了 喔 大書級 喔 大書那請你去了 你剛起先練習書法的時候要幹什麼 要起化眾生 普度眾生 對不對 起到最後你變大師了 掌聲自駕就把你培養到 你離開了你的中心的路 就越來越遠了 大道多起亡羊 學者多亡怎樣 上升就迷失掉了 所以當你學習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都是好的 你時時要歸零 歸回來 你學這個中子要幹什麼的 要幹什麼的 我要普度眾生 要度化眾生 起化眾生 我就開始去學習茶花 這個花不騙我來種花 這個花種起來不太騙我來學習 當做那個有機毀量 每個動作都10年 結果一算耗了30年 我賺了很多錢 欸 我在幹什麼 我現在是那個有機毀量工廠的董事長 有錢人 欸 我怎麼在做這種行業呢 因為為了要給種花要漂亮一點 唉唷 我為什麼會種花呢 因為我要插花 我為什麼插花 因為我要普度眾生 蛤 怎麼這樣 欸 但是再回頭 一絲百年生 所以你看這個是在你學習東西的時候 你迷失掉 很多人在掌聲之下就迷失掉了 迷失掉了 有一次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姓翁 我們家鄉的人 我們在台中認識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阿兄 我覺得我會想比你更好 他會修得比我好 我說 對對對 但是你要問但是 為什麼呢 他說我這麼窮 我還是堅持這個道 結果表示我會修得比我好 我說真的是真的 欸等一下 我想一想 不簡單 那我認為我會比你好 因為我比你有錢 我還是守這個道 我沒有做壞事 那不是比你更好嗎 他說好 我們兩個握手 兩個都好 這是好兄弟 就在談論修道 以環境來談這個奇怪 這是要給你知道 同修之間也是一樣 那個就是代表給你學習 為什麼你會去遇到那種老闆 為什麼你會遇到那種老闆 為什麼你會遇到那種主管 我那個主管什麼都不會 這主委會管我 什麼時候我都問我 好奇怪 那種能當主管 老闆不知道怎麼看的 你說呢 那你剩下兩條路 一條路就聽主管的話 另一條路是怎樣 走路嘛 走了之後 你到別的公司去 我跟你講 那個主管也是一樣 就是只有管你 東西叫你做不會問你 但是他就有一個不能改變 就是你的主管 那時候你怎麼辦 也是兩條路 一條路 走路 一條路就停下來接受 因為就是說 在你累積的人生的理由上 你這個關卡沒有通過 你到那裡去 你還是會遇到 也就是會遇到 你沒有感覺 離婚的人 他為什麼會離婚啊 他不是做不好啊 因為他本命格是 夫妻功比較薄啊 有沒有這種的 有啊 沒有錢人 他不認真嗎 你沒有感覺他沒有錢的 比我們更認真 奇怪他為什麼沒有錢 這不是他沒有認真啊 是他財博公比較薄啊 比較薄啊 對 我們就懂得這個七塊 我們比較薄了 我們寧願賺一塊錢 拿一毛錢去做好事 改變了這個命運 所以做好事不是有錢人 是有心的人 那夫妻功比較薄 那我們懂得這個是我的本命格 我寧願從這個地方 要小心翼翼的去經營這個婚姻 經營這個婚姻 你的主管為什麼不好 你為什麼不用三天一起去接受這個主管呢 你知道嗎 你那主管多少人喜歡他你知道嗎 只有你不喜歡他而已 因為什麼 因為金木水火土啊 相生相剋 你剛好是憨那相剋 你再去找工作 找到主管也是一樣也是相剋 有的人一輩子找到不好 員工都是不好的 都有可能 就是他的那種朋友工 還是那種主女工 就比較薄弱 真的有時候要氣死十條命 你都不過氣 那個就不要氣 你要真誠的心 去修煉 去改變 去對待 你比較薄弱的這個切口 只有你走過了 你這個關卡就修過了 就修過了 人要追求快樂 有時候你沒有感覺 人家沒有錢也很快樂 也很快樂 我現在看到我們班內服務呢 周元宏的女兒 叫做什麼 他從小讀幼珠研究 跟著父母親 來這裡這個班內服務 這個時候也不用什麼老叔去帶領他們 會議紀錄他們一看 他們就曉得哪一班多少人去拍多少 宇宙要拉線拉到外面排好 從幼珠研排到晚上三星八夜 不管幾點都排 排到都睡在地上 現在大學畢業也來和你們當同學了 也當同學 人家也是這麼做 這麼做 默默無人 每一個地方都是道 周族要排整齊 拉線 距離 每個地方都很整齊 坐下請坐 功德無量 功德無量 所以說你要去累積 積善能成德 上一班的行德班 剛好看到從台上 二樓看下去看到雅梅 新竹雅梅 有沒有在這裡 沒有 雅梅在哪裡 沒有 雅梅沒有參加這個班 看到雅梅 穿了一件交通指揮的那個 就交易警的那個衣服 在那邊指揮交通 就問她說 雅梅 哇你今天怎麼這麼早來這裡做 她說 我昨天晚上就在這裡睡了 她早上起床剛好來幫她們比一比 我說 哇你現在在雅梅交通喔 是啊 極減賺 我就說腳不散了 你看 她連從新竹到這個地方來睡個晚上 睡個晚上 睡個晚上要不要消耗你的能量掉 你知道 你睡這個床部是睡上天的對不對 要不要扣一點錢出來 那你早上比個交通會不會賺一點進來 對啊 就加減賺 比較不散 見道成道 每一個地方在她看的都是道 真誠吃出內心的 你等什麼等什麼時候 等到你會什麼會什麼會什麼 你手不會比嗎 不會比嗎 會不會比 不會比的幾手一下 不會比就懺悔了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就是還沒有那個觀念 你沒有那個觀念 對 比久了會不會很厲害 對 那個就要積善 就要積善 積善就能夠成德 我們看到她 我們就不會看到她矮矮的 不會看到她矮矮的 不會看到她瘦瘦的 我們看到那個就充滿了德氣 充滿了善意 菩薩天使的形狀 聖賢的形狀就會慢慢來跑出來 你沒有感覺那些人都沒有聲音的嗎 對 花蓮還有一個阿美也是一樣 阿美 也是沒有聲音 你看她只在那邊幾個飯糰這樣擠擠擠 一天賺兩千多塊好厲害 她一到那個魏師傅教她 就教她怎麼做才會好吃 做了之後生意就昏腦了 結果魏師傅自己賺不到那麼多錢 結果那個阿美 因為她是出出她內心的澄清要去開放 都無願無悔 所以有時候你把它看一下 我就看到那個翁老先生 他這樣默默無悔就在這裡三十數年 你看到最後的結果 結果這麼多人公眾了她 到最後還是成仙成仇 先搬喊人家的排列 所以人不要太聰明 所有聰明不要賺了太多錢 組組的這樣做就好了 每一個當下的一點的喊 一點的血 都是一點的功 一點的德 雖然累積下來了 不一定你去選到哪裡 哪一個角色都是好的 哪一個角色都是有它的功德的 每一個角色都是一樣 你也不一定要去做什麼做什麼做 不一定要去做什麼 有時候有高的職務 反而對你來說不夠適應的 不能適應的 歷代很多一代的宗書 從哪裡出來的 廚房 慧能六職務從廚房出來的 我們十七代子是不是從廚房出來的 不能小看這些澎論人員 一代宗書 不是成仙作我都是一代的宗書 都從廚房出來的 這些人都是無焉無為 他們也不是一定會講得很好的道理還是怎樣 沒有 沒有 某某的歌就是最好的修辦方法